我們要來看一下 一般我們握的 有用到月小月尾 減到可能有月小月尾 可以的 其實我常常在用 像這個日期 還有 月尾的文字還有月數 這個日期我常常都用自動的為什麼 因為我做的那天我用固定的 就不知道 就可能跟長的那天會不一樣 所以我常常用自動的 而且月數也很重要 月數也很重要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遇到那種就是有時候剪刀的然後 尤其是比較正式堂的有些 不是你自己講的 這是你幫別人操作的 所以有的會說 請你到前幾頁有沒有 不知道哪一個主題 你們都怎麼做 按六件 一字抬五件 然後呢 大家就知道原來我剪刀了五六十頁 多少 我們做這件事 如果你要去第一頁 我就回去了 如果你要去我剛剛那天我就回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等一下簡報技巧要講的 這個技巧 他在那邊也是一樣 我以前也不會 是我大討論我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在醫院工作老是要幫醫師做檢辦 醫師例如講的 請你跳到第幾頁 其實老師你怎麼操作 月數打下去按Enter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要把月數弄出來 因為我剛剛先偷偷記住 我才知道要回到第15月 我今天要回到第21 按2起Enter 有沒有通到21 有啊 所以 我眼睛有看 手藥就動 所以我要回到第15月 按15Enter就好了 這個技巧在剪 一模一樣 一樣的功能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常常要把那個月數印出來的原因 因為有印出來我就比較知道我到要去哪裡 因為 你的按鍵 看起來比較不專業 可以吧 那 你如果把它剪字出來 這在哪裡 我們家位置裡面也是一樣 是不是剪字越走越遠 對不對 一樣的位置 剪大也是一樣 可是你今天要控制 越小越尾的 顏色 大小 還有它的 位置的話 要在哪裡控制 母片 所以為什麼要把這個對號在母片 因為母片也會控制到這邊 這樣表示清楚了嗎 所以你看呢 我把這個先結束 你看 剪字 有沒有一個越小越尾 你說這邊只是決定叫不要剪字而已 還有剪字的內容是什麼 可是樣式不在這邊決定 樣式是在哪裡 是在我的 這邊決定的 你看我編輯母片 我們進到裡面之後你看在下面 有沒有 是不是這個位置 所以今天 事實上你們拿到我這個點檔 都有稍微調過了 因為 我的背景插上去之後 那個月碼 的位置 太上面了 我事實上有把它往下調 我把它往下調 因為今天你看 點到它 點到這一個 我現在是點到後面的那個圖 有沒有 點到這一個圖 那 我點到它 我把它先送到最下面去好了 OK 這樣就比較不會不小心 有沒有 點到它 然後 我把它往下 我只調一個 這樣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 OK 回來外面 有沒有發現它外面就變了 這樣是不是也要輕鬆一點 下面是一張為什麼圖片 好 大家要找找 因為我調的是不談的母片 我只有調過一個母片的位 可以 所以老師 把計畫看得很清楚 不是覺得那個地方不會變 因為我那一張沒有調 好 這樣大家要清楚了 這樣這個我就不用講太多了 所以呢 您剛剛看到的這個母片裡面的編輯 你看 就可以控制這麼多事情 當然 在調整顏色的部分 接下來這個調整顏色部分 它的功能 可能就沒有像我們一般用這個 PiPhone裡面 那個色彩配置那麼多 這個可能就必須要您自己去找一些配色的網站 來搭 什麼顏色搭什麼顏色比較好 這個我想這是它的弱點 它比較弱點 就是 這個我就不想了 OK 可以 好 好